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院子中对连颂拱手说道 西海二皇子苏莫叶来请白针上身饮酒 可我家小叔不在 二皇子听说你在此地便寻得来 苏莫叶见过三殿下 苏莫叶对连颂拱手行李之后 转眼对一旁米谷说道 米谷 你回去吧 是 米谷拱了拱手放下酒便转身往狐狸洞走去 苏莫叶 多日不见你倒是过得惬意 连颂轻扯一下唇角 抬手拿起一坛子米谷放下的酒 放在鼻子前深深地闻了闻 苏莫叶在连颂对面坐了下来 他随手拿起一壶酒喝了一口 有意无意地跟着一旁盘山雪布的重欢笑道 三殿下 这小殿下如今该会说话了吧 嗯 昨日才刚学会叫夫君 连颂又闻了闻手中酒 听着重欢看了看 三殿下 你怎么总是闻着酒 不想喝 还是没心情喝 这可是我西海最好的酒了 苏莫叶对着连颂 举了举手中酒坛子 我今日可是找人来喝酒的 三殿下 你可不能早了我的幸啊 如此好的美酒 我若喝起来 定是不忍停下的 严颂抬起茶米 心领了一口说道 只是 我若醉了 谁来为我照顾重欢 重欢 苏莫叶对重欢伸了下手 重欢听到苏莫叶叫喊声 便向苏莫叶盘山走来 苏莫叶将来至跟前的重欢 抬手抱在腿上坐着 三殿下 苏莫叶一双明亮的眼眸赏了闪 你不必如此担忧 若是你喝醉了 这重欢我刚好带回我西海保守两天 肯定是会照顾好重欢小殿下的 如此不好吧 岂不是多有打扰 连颂眼中快速地划过一抹复杂神色 他总觉得这苏莫叶 似乎不像是来找白珍喝酒的 倒像是特意寻他的 从苏莫叶一进这院子 他的目光便没有离开过重欢 连颂心头闪过一丝疑惑 苏莫叶可是极为洒脱之人 他怎么会特意让迷骨将他送到死处 怎么会打扰 苏莫叶眼中泛起一抹浅笑 我托援军和小弟后可都是极好的朋友 为援军照看两天孩子有什么 三殿下 你该不会是单忧成照顾不好小殿下 他委屈了他 连颂不禁一声倾笑 怎么会 能有人为本殿下教看孩子 我求之不得呢 说来也是 自从风恒跟帝君回得太成功 我这里可亲近得很 苏莫叶 若是你不怕重欢扰你的亲近 就帮本殿下带两日重欢也好 刚好我想回一趟九重天 三殿下 你只管去 这重欢我定是会将他照顾得极好 苏莫叶抬手 捏了一下重欢小脸道 这些日子 我母后可嫌得无聊极了 总是催我赶紧结婚生子 三殿下 你也知道 我这人将来洒脱惯了 这一时还真便没有 娶妻生子的打算 如今将小殿下抱回西海 也好让我母后高兴两天 有劳了 连送大胎 酒坛子上的封条 喝了一小口酒 对苏莫叶笑道 只是 她那满脸笑容背后 似乎有这一抹 迷迷的复杂之色 既然 向殿下答应了 我这辈子重欢离开了 苏莫叶起身 对连送行了个礼 抱着重欢 笑呵呵地出了院子 连送目送苏莫叶离开 又喝了一口酒 滑光一闪 她的身影 一下便消失了 连送去狐狸洞 让迷鼓将苏莫叶 从踏足青丘 到迷鼓 将她送至连送眼前 这期间的一点欲低 当连送听完 迷鼓诉说 当下便觉得 苏莫叶今日 就是冲着重欢来的 连送站于狐狸洞外 沉思两久 便往九重天而去 连送火速回去九重天 便禁止 往四面仙府而去 长玉既离开前 特意去了四面仙府 想来长玉 并跟四面交代其他的事情了 只是 她多日悲伤 不曾细想 今日苏莫叶 都带着目的 出现于她面前 她定别找四面问个明白 她可不想重复 帝君的老路 昔日 四面和成玉 接知小弟后于何处 可都在这消息 瞒了个严实 四面 一声 正是熟悉的声音 猛然又久违地响在店中 正做一座踏上 甚是用心地 观看卷书的四面 吓了一跳 她抬眼看去 莲颂已然 在她对面送她露座了 三 三点下 四面一脸震惊地 看着突然出现 于眼前的莲颂 你这是 回来多久了 刚入九重天 便直问你这里 莲颂抬手 为自己添一盏茶 亲密一口 她抬眼直视着四面说道 长玉那一日 从你这里离开之时 可又跟你说了 他的去处 四面 你休要骗我 之前 我尽不伤心了 诸多事 皆不成细细思量 今日 有一人举动 倒是提醒了我 袁军 晕 思念一脸蓝色地 深皱双眉 犹豫片刻之后说道 袁军有说去处 可我去找了 他压根 就没有在圣境中 连颂听后 都有所思说道 今日苏默夜去青秋 将重欢带回了西海 他说 是去找白人喝酒的 可我细细问过 米谷之后才发现 这苏默夜竟然 是奔着重欢去的 思明 苏默夜何时 如此喜欢孩子了 西海二皇子 思明深吸了一口气 大眯着眼睛 扑扑思量了久 说道 三殿下 实不相瞒 前日里 我翻看了 我的影子 陪南天华 在凡时的过往 我的影子 在凡时落难之时 可是被援军所救 之后 我又细细查遍 凡事中的脚脚落落 也皆不曾见 援军的影子 这些天 我也找过无数次 这八荒六合之地的 土地和山神 可他们 全无成于踪迹 连颂眼中 疑惑更深了 三殿下 难不成援军 藏在西海 盯着思明一脸 火燃大雾的面色 连颂接了句 知道地方便可 思明端起茶盏 指示连颂双目 这西海之广 别说藏一个人的 即便是藏起 成百上千的人 也是不在华下的 三殿下 你我 还是去见帝君吧 帝君他老人家 仍要滑进观 看一下西海电视 诚然 本殿下今日归来 便是为了死事 连颂抬手 将思明手中茶盏抢下 放到桌子上 别喝了 到太成功再喝 如此天赐良机 本殿下岂能放过 三殿下所言极事 你我这边去太成功 思明起身跟着连颂 急急往太成功而去 两人活急活了的 来到太成功之时 东华帝君正喜而阴瑜 殿中白糖木坐踏上 东子儿不在他怀里 风九右手 撑着下巴 紧皱双眉 盯着眼前桌面上的棋盘 苦撕着 下了大半天的棋 他可是一局都没有赢过 若是今日 他一局也赢不了的话 东华帝君可是让他 再给子儿生个弟弟报道 帝君 你倒是倾斜得很 连颂手中握着一把折扇 带着思明 两人倾笑着步入殿中 连颂 东华帝君抬眼 看着连颂 唇角微微一扬 你这别回来了 可真是出乎本君的意料之外 本君还以为 你会于青秋 多待一些日子呢 白凤九 看连颂和思明进来 收起棋盘 保东华帝君身边做去 看着连颂和思明落座后 白凤九盯着连颂双目问道 连颂 你将崇花也带回来了吗 自然是未有的 连颂对凤九拱了下手 小提后 崇花 有人为本殿下带着呢 看连颂在笑的眉眼 东华帝君明眸 如其喜色 你这是找到承玉了 坏了 连颂将宋墨叶 带走重发一事 兮兮跟东华帝君 说了一遍之后 又让思明 将他的影子 在凡事中落那一事 也说了出来 难道 承玉真在西海 白凤九急了 不这边去西海寻他去 小白 随东华帝君一声叫喝 他抬手将 与启事离开的凤九 又按倒于座榻上 你如此莽撞过去 也只去徒劳一场 难道就这么 不管不顾了吗 小弟后 连颂对凤九 再次拱了下手说道 我怎么会 不管不顾成狱呢 眼下 这只是我们猜测而已 带一些查明再说呀 是啊小弟后 切不可操之过急的 若经了援君 他再离开西海 岂不是糟了 与启 思明对东华帝君拱手说道 帝君 还请您老人家 用妙华进茶 看一下西海 不必如此麻烦 话音刚落 东华帝君抬手一挥 妙华进便物质悬于殿中 西海之大 单单寻一人 着实麻烦 既然苏默叶将重欢 带于西海 本军只需查看重欢殿壳 对呀 连锁猛的一盒 从中折扇说道 只见东华帝君 才将重欢影子 投入妙华进中 妙华进中历史呈现出 西海最深一处宫殿中 长玉正神色激动的 将重欢紧紧抱于怀中抹泪 果然在西海 连锁 四面奉九三人 盯着妙华进 异口同声的命道一句 连锁猛的一握双手 我这便叫他接回来 不可 东华帝君扫了一眼妙华进 长玉似乎受了重伤 看他这样子 似乎是被凡事的 苦寒之灼气 伤了先远 连锁 你还是让他与西海 瞻仰一段日子吧 这怎么可以 连锁眼中闪过一抹忧心 甚是为难地说道 承玉都伤了身子 我岂能不出现于他面前 如今你已知他下落 便让他好好地瞻仰一下吧 东华帝君 甚是平静说道 他若此时回了九成天 难免又是备受热议 这对他的僵仰着实不利 不如带先帝下凡之时 你再将成玉接回来 一回来便将婚事办了 岂不是利索 帝君之言正是众仙所判 思命捧着一盏茶轻笑着 先帝着实 该去凡事走一遭了 这人论亲情滋味 先帝已经很久不曾尝过了 好 本殿下便听帝君一言 连锁眼中闪过一抹不甘之色 帝君 可能劳烦你老人家 即刻将宋墨叶照来 帝君 白凤九拉着东华帝君依旧说道 连我也不能去见成玉吗 他自己在西海 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东华帝君侧过脸 看向白凤九说道 若你去了 他定会离开西海的 小白 他既然想要一份安宁 你便给他一份安宁吧 何况有宋墨叶照顾他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唉 好吧 白凤九真是不情愿地说了句 连宋 东华帝君转眼看向连宋说道 你见苏默叶做什么 告诉他 你已然知晓成玉 便藏在西海 若是想要提醒苏默叶 照顾好成玉的话 本君倒觉得 你大可以忙为理由 让他带你照看重翻 三殿下 帝君直言极事 思统抬手敲了敲 连宋面前周面说道 这苏默叶竟然能将重翻带回西海 便是能将援军照顾好的 待先帝 住了凡事 你选好日子 直接去西海 将援军迎回来 岂不是正好 唉 连宋深吸一口气 自顾自说道 得知他于西海 我便放了心 总比不知道他下落也好 连宋 白凤九打亮着 一脸难色的连宋说道 既然成玉下落已然知晓 接下来便是 让先帝入凡事一室了 我可不管 他是不是你的父君 打从先帝 在扶渠池中 下禁止 阻碍少婉重生 再到成玉被他逼走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是不可轻视的大事 你断食不能 心意就心软的 就连叶华君都动了慈心 可见先帝早已惹他重怒 我早已同帝君商量好 先帝这次不但要去凡事 还要轮回九世 他总归是我的父君 能从抬手端起茶盏 盯着茶盏中的闭色心牙说道 可这凡事 他着实是该去的 我万事不会阻拦的 他若不走这一趟 只怕 墨渊从魔族归来 也是会同他 也都像一般的 何况 他做了凡事 我也好同成语 叫婚事办了 不管是九世 还是九世世 我都不会去过问的 既然如此 来被等叶华 这小子回来吧 东华帝君亲民一口茶说道 帝君 一脸若有所思的私命 对东华帝君亲笑道 见帝总归是 我九重天上几要之人 他这凡事之寿数 自然是要过百的 四命 你倒是从本君小的一块了 东华帝君 轻扯一下唇角说道 盖先帝何时为至亲之情 留下感动的热泪 方可重回九重天 不过嘛 你心地的性子 只怕九世断人是不够的 不过也无妨 本君定是要他 世事年岁 皆过百有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杨洛桥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发 听估计 订阅 转发 杨洛桥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